好,那我们现在进行到20800-990-311第十一道题 我们看看怎么用Inventor来建模 我们看一下第十一道题 它的图名叫做小型伪作 按照题目的要求 我们电脑化要绘制我们的零件一还有零件二 不过零件二的比例是2比1哦 所以我们一样先从零件一来画1比1的一个先做建模 那我们先来看我们要准备什么材料在我们的电脑桌前面 我们先把我们的三分之一这个图 这个题目指心理背在旁边 我们一样示范先从X1Y1 也就是这个X1是14 Y1是77 好,然后这个是零件一 在这个位置 看这个斜线 所以零件一是一个铸造的一个本体 然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加工 好,那这个尾座就是可以顶住 我们这个长形弓箭的一个端部啦 或尾部 那这个用途就是避免我们加工的时候 我们刀具啊 有时候会有一些作用力 作用力太大 那这些弓箭就会产生歪曲、翘曲 那这个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大型制造 好,所以我们一向把这个三分之一 先背好在旁边 再来我们开始要制作我们的零件一 所以我们也会用到我们的三分之二的这一个图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X 我们说过了这个S就是它的一个高度 我们的X是多少? X1是14 那Y呢? Y1是77 是这一块 然后我们准备好三分之二的图 三分之三我们目前还不会用到 好不好 好的 好,那我们来做这个零件一的一个本体 好,我们先找下面的工作平面 我们下面先画一个矩形 好,一样 分对中间来把它做好一个约束 下面的底是52 好,旁边的宽是56 好,完成草图 有了上跟下 我们来做下面的玛雅文化的金字塔 好,我们利用断面混成来做 做完之后把工作平面关起来 接下来我们顺便做薄壳 薄壳厚度是7 厚度是7 这样就留下一个薄壳了 好,接下来做一个剖切剖式 我们来做下面的底 下面的底一样画线 好,我们做好一个约束 好,把它做约束 下面的中心我们把它约束好 来做一个圆,直径22 圆心距离底边14 好,再来中心做好约束 然后我们来画两条线 好,这线一定要跟圆相切 好,相切 多的线把它删掉 多的线把它删掉 删,删,删 好,删完之后 我们这里再补上两条线段 这样才会变封闭的一个区域 好,完成草图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挤出 诶,等一下,怎么点到回转了 嗯,不对,挤出 好,我们选戒鱼 好,挤出完 好,接下来里面这两个导圆角先导一下 好了,导圆角是3 好,是3 好,接下来我们来底面来做一些处理 我们在底面画一个矩形 然后把它做约束 我的想法是 我们来示范把下面挖洞 诶,等一下 这里的话 诶,等一下 哦,这里尺寸 没办法定 我们挖洞的话 是不是会有困难 投影几何图形看一下 哦,这里好像会有一个落差 那这样我们把它变成建构线 看一下它的距离是 接受的话是52 52 也就是中间的那一个壳的话 那这样 的话 这里是50 那我们就画一个30 好,然后这里是36 我们从这个地方去挤出到下一个 从上面说挤出挖厨 这样挖洞上去好了 好,投影解合图形来抓一下 这些都把它变建构线 这里再画一个矩形 我们要做平平的嘛 它这有点像平平的切上去 所以我们这里把它做一个约束 好,然后决定它的一个长度 是这边是68才对 这边是72 好,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个挤出 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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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对 全部 从上面把它挤出上去 这样就有一个平面 四边有一个平面 好,接下来找XZ平面 我们来这里做一个偏移 74除以2 找到这个 我们当做我们的工作平面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做同影集合图形 画一个圆 挤出 挤出过去 然后工作平面关掉 然后我们把它做静射 静射 另外一面 这个圆柱也完成了 圆柱也完成了 看一下 那 这边的话 再来XZ平面 我们来做颇视图 那我们现在要把上面这条线 把它变成一个建构线 距离高度是70 我们接下来做上面的有点像炮台那个东西 炮台 我们来画炮台的炮尾这个部分 接下来这里要直接画吗 先这样好了 来决定一下它的一个位置尺度 这里是24 这里是24 这里的高度 等一下哦 这里高度是多少 是21除以2 再来这边的高度是多少题目 28除以2 这里到这里的距离 题目 要求是5 好 接下来炮头 炮口的地方 我们这里把它拉过来 斜斜的 待会我们来做回转 这里距离是65 这里的长度是15 这边的角度 题目是18 再来这里 要过去一点点 它没有那么长 这里到这里的距离是8 再来 这里就直接拉一条线上去 多余的把它裁掉 这里尺寸把它22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拉起来 封闭曲面 然后我们来做回转 好 这样我们的炮台就完成了 我们来到这个面 面来做上方的一个像V型整块的东西 我们把它画起来多余线删掉 好 这边把它做好 剖式图 然后我们画一条短线 让它可以针对我们这条线 做左右的一个对称的一个约束 好 接下来决定它的角度 题目要求是90度 接下来这边这两点的距离是18 再来这两边的距离是36 再来这边都还没有约束好 所以要把它确定它的一个相关的长度是个别是9 这边是2 还没有约束 所以还要再给它更多条件 这里的总高是105 好 完全约束好了 往这里挤出22 好 这样就完成上面的一个V型整块的一个区块 接下来我翻转过来 这边有一个面 我们把它愈合起来 这个面 这里看到这面 把它愈合起来 把它延伸起来 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漂亮 好 这个地方倒圆角 把它顺便倒一下3 好 我们从下面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面 要删除面 这个怪怪的面 把它愈合起来 再来里面 哦 这里 这里有看到当初我们这里好像有一个圆角 把这个圆角删除 也就是大概在四分半的时候 我们有做一下 好 那这边 把这里的倒圆角都做一下 这里都是5 哦 倒圆角都是5 转一下 5 1 2 1